疫情多点大爆发 彰化也新增了两例个案 是一对确诊的夫妻 两个人共同经营宠物店 近期是为了宠物展南北奔跑 在传染力最强的四天当中 他们横跨了七个县市 其中呢更包含 新北市中和的社区都有足迹 目前两个人感染来源不明 究竟跟中和群聚案是否有关联 还要调查 毛巢还到宠物展快乐玩耍 彰化确诊者夫妻 就是为了筹备宠物展 传染期间跨线趴趴走 这对三十多岁的夫妻 近期为了宠物展南北奔走 先生先出现咳嗽发烧 全身酸痛的症状 太太也有咳嗽喉咙痛 到诊所就医之后裁检确诊 先生的CT值只有15.8 传染力强 第二季已经满三个月以后 然后第三季还没有长 现在你很难说感染源在哪边 因为这个范围去的地方蛮多的 宠物店夫妻25号开始 出现症状 28号确诊 病毒量最强的时间 是从3月21号开始 从3月21号开始 除了住家河美附近的 矿肉店小吃大卖场之外 两个人横跨了 新北台北桃园 台中南投台南岛苗栗 短短四天跑了七个县市 其中包含新北的中和社区 苗栗后龙 跟台中的清水休息站 都有足迹 宠物店夫妻同住者 还有60多岁的妈妈跟一双子女 其中5岁的儿子就读幼儿园 老师家长学童共194人 PCR都是阴性 夫妻两的感染源到底在哪里 跟中和社区群聚是否有关联 还要理清 这张话综合报道